常常人家讲所谓的门当户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门当户对 不是说你家里要有多少钱 谁家里要有多少钱 我们才在一起 而是说两个人的价值关系相同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们两人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没错 我才慢慢体会到 长辈有时候讲的话 真的是有他的道理 像我妈妈当初看人就看得很准 鼓励我跟永康交往 然后门当户对也是 就是说你们基本上学的背景 然后一些想法 如果能够一拍即合 那要做事能够成功就会很快 对 是不是 对 很重要 对 所以你最后还是选择 跟婷芋有关的人 是 而且确实 再放弃都没办法 没错 就是说你有同样的这个环境 成长背景 你很多事情很容易沟通 彼此能够互相了解 这还蛮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都是你 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是研发的对不对 自己做 这个很厉害 你看这个 我刚才就说 谁的蛋糕 对 其实我当初在做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都是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摆出来 就像一块一块蛋糕甜的 对 对啊 这是用那个丝瓜 丝瓜烤 然后塞了灶 可以一边洗一边去角质 可以一边去角质 对 我还有买过这个 对啊 像我这种懒人最喜欢就是这种产品 对啊 对啊 二合一多好 二合一多好 对啊 因为我也是懒人 所以会想一些放费的东西 不过现在也算是 这个现在满有成果了对不对 知名度还满不错的 自己学友所 所学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完全没有自己的事情 其实也很痛苦的 对 我也是闲不住的啦 我也不是说真的每天在家里啊 就过碗瓢盆啊 这样把自己弄得很专与的脚尖 而且你知道吗 程永康是说 我们佩珊在家里是不做家事的 对 爆料 糟糕 我嫁给他到现在 那不做家事的你 你不在工作 妳在家干嘛 对 就是陪小孩啊 玩小孩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你们家事是别人 我们家事是程永康一手包办 对啊 因为在家里又在外面站起来 我们有个家事啊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 就我刚跟妳说 她其实很像女孩子 她喜欢折衣服 洗衣服 那种香香的味道 然后呢 烫衣服的时候 哪里要烫一条线 哪里要烫三个折 她都有规定 最可怕的是 如果有机会你们来参观我们家 那个衣柜一打开 她的衬衫是一件一件排好的 而且有区分颜色 这块是黑色 红色 蓝色 然后白色 漸层的排好 那我既然没有办法 我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做得这样子 一丝不苟 整整齐齐 那就永康妳自己做吧 那妳不工作干嘛 但是我有一点 她很满意的部分就是 不管怎么样我天天都会煮饭 就是午餐跟晚餐我是天天煮 所以孩子吃的东西都是 经过我爱心烹调的 然后她说她最放鬆 也最舒服的时间 就是她每天录影回来 晚上九点钟踏进门 然后就有一整桌子 为她个人准备的菜色 那是她每天觉得最愉快 也最期待的时刻 晚上回家 一切工作完了 回来吃老婆煮的东西 然后小酌一杯 她就觉得今天真是晚餐 我们其实聊天 也要很有新闻人的效率 因为我们每天见面 大概就只有15分钟到半个小时 我就要准备带着孩子去睡觉了 真的吗 所以我们都是讲重点 然后不会讲一些粒粒啦啦 或者是翻旧账啊那些 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 也因此不会吵架 他们 他们讲话也跟排新闻一样的 有1 2 3 4 然后重点新闻白钱 对 真的 连讲话也是一样 像我们打手机 我们讲话绝对不会超过30秒 所以电话费也很省 但是一切就讲重点 然后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共识 然后沟通好 就OK了 我很想你 但是请替得付什么费 好 再见 对 记得帮我去银行转账 或者是停车费金要交 我说好 拜拜 拜拜 你们不是这样吧 我们不是这样 对不对 除了衣服之外 我衣服我老公也是一件一件折的 整整齐齐 我已经遇到好几个是衬衫自己烫 因为她都觉得老婆烫得不够好 而且都觉得老婆弄得不够好 所以她自己弄 而且老婆都不爱弄 对 我们永远都是一团 然后我就随便折一折塞进去 对 塞进去就好了 对 她就是衣服有衣服的折法 内裤的内裤折法 袜子有袜子的折法 就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身为台湾的女人 真的好幸福 不要嫁就要嫁台湾的女人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今天在我节目当中 来了两位女性 她们今年都正好是三十几岁 人生最黄金的年代 她们也都结了婚 生了一儿一年 说起来 我们常说女人的决定是很重要的 在早年 陈奕安决定十五岁的时候 要当一个跆拳道的冠军 十五岁 她真的就夺到了金盘 她到政大去念书 她在家里打毛衣 她在做手工香皂 其实人生有的时候转弯 不一定是最差的 有的时候转弯 你在去念书的时候 会认识你未来的先生 但是怡安跟佩珊不一样 怡安不一定想结婚 但是佩珊却是像所有的乖乖女一样 认真念书 好好的工作 在工作的场合 认识了她的老公陈永康 人家都说佩珊是一个 从来没请过病假的敬业员工 但是她天生好命 也不用做家事 她做人妻 老公会做家事 今天谈到很多陈永康 非常贴心的一面 也让我们觉得佩珊 人生能找到这样的先生 你还有什么好要求的呢 不过她今天告诉我们 在她结婚的时候 她爸爸送给她的几个字 我觉得在这里 也应该送给很多的复习 你要有两个无 也要有两个有 无怨无悔 无私无我 有情有义 有伤有凉 陈永康最后生了两个孩子 终于还是嫁给她的先生 其实是很甜美的 我任何的夫妻 都要无怨无悔 无私无我 有情有义 有伤有凉 其实生活才能更好 谢谢你们两位来 也带给我们很多爱的资讯 小燕姐明天见啰 小燕姐